各位朋友大家好 首先要向大家報告一個重大的好消息 就是在20分鐘之前 美國參議院全票通過了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 這個消息可以說是反送中運動開始以來 這五個多月當中最大的一個好消息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現在世界上最強大的一個國家 最大的一個經濟體具有最大的軍事和政治實力的 這樣的一個國家和香港人民站到了一起 以他們法案的形式,以國內法的形式確定了 美國政府必須得支持香港人民的抗爭 必須得支持香港的自由和民主 所以這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 那他們怎麼支持呢?這個法案裡面內容已經規定了 首先就是每年美國的國務卿要向國會提交報告 要審視香港地區的人權和自由的狀況 然後以此來決定美國是不是會給香港地區特殊的這個待遇 就包括關稅,還有包括這個貿易方面的金融方面的所有的這些 在經濟方面的這些特權是不是繼續給香港 美國對待香港和對待中國大陸其他地區是不一樣的 香港是一個自由港,香港它是一個獨立的經濟區 美國給它很多的特權 但是現在中共它想侵犯香港地區的自由民主和人權 想破壞香港的法治 美國就以此以這個香港的經濟利益來制裁中共 那為什麼這麼制裁呢?因為香港在中國整體經濟架構當中 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說是中共發展經濟 不可或缺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因為中共它要發展經濟,它要大量的吸引外資 它要大量的吸收國外的這些技術 它要大量的進口一些比較敏感的其他國家 不願意向中國進出口的這些產品 這些資金、這些技術、這些產品 它都是通過香港進入中國大陸的 是因為香港有這樣特殊的地位 是因為美國和其他的這些國家給了香港這個特殊的地位 中共才能得到巨大的經濟上的好處 每年70%的外資都是通過香港進去的 如果香港失去了這個特殊的地位 如果美國不給香港這個特殊的地位 那麼香港的這個金融中心、這個貿易中心地位就不在了 那麼中共就從香港得不到好處了 所以說這看似對於香港經濟不利 實際上是在懲罰中共,是在給中共敲一個警鐘 如果你們繼續在香港破壞人權法治 那麼你們就不要從香港,不要想從香港得到任何經濟上的好處 這就是在制裁中共,這是第一點法案第一點的內容 那麼第二點的內容就是還要懲罰 要制裁那些破壞香港人權和自由的那些人 這當然就包括香港的這些黑警 當然就包括香港林鄭月娥政權裡面 直接下令破壞香港的法治和人權的這些人 還包括中國大陸的一些官員 中國過去在香港,他們曾經多次在香港奴走了人 把他們抓到大陸去進行關押,去進行審判 這在美國的這份法律當中,法案當中也是不能接受的 而實施這些惡行的人,他們都要受到美國的制裁 包括不給他們簽證,不讓他們進入美國 包括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財產,包括他們的家屬 子女都有可能被美國驅逐,財產可能被沒收 這都是法案的內容 那麼還有一項重要的內容就是直接支持這些香港 為自由和人權而抗爭的這些人士 他們可能被香港政府判罪,甚至是可能被中國政府判罪 那麼這些人美國政府,美國這份法案要求 美國政府必須得保持一份活躍人士的名單 讓他們知道隨時因為參與這些抗爭而受到迫害的 這些人他們隨時都可以進入美國 美國政府有義務幫助他們進入美國去工作 去學習,去定居,去獲得政治庇護 同時法案也要求美國政府要和其他的 和美國政治立場一致的就是這些西方民主國家 要他們採取跟美國相同的一個辦法,一個立場 那現在英國也已經要採取了相似於 這個馬克尼茨基法案的這樣一個法案 來懲辦那些人權的侵犯者,這也是一個好消息 那美國的這個力度算是最大的了 那這個法案的另外一項內容就是禁止美國的公司 向香港政府出售任何鎮暴產品 比如說像什麼催淚彈,盾牌警棍 還有裝甲車,水泡車這一類的產品 美國公司不能夠再賣到香港了 當然了,這個不能夠讓香港政府斷絕 他們的鎮壓人民的武器來源 他們不從美國進口,他們可以從中國大陸去進口 中國大陸雖然在民生科技方面落後於世界 但是他們在如何鎮壓人民,如何控制人民方面 這方面是用足了心思 科技可以說是領先世界的 所以他們有大量的產品供給給香港政府 讓他們去繼續實行鎮壓 美國人之所以要在法案當中加這一條 是想告訴大家,美國人他們不能夠用利益來交換價值 不能夠為了賺錢而去昧著良心 不能夠為了做生意而去為虎作倉 所以這一份文件它既有實際的阻嚇中共 在香港實施暴政的作用 同時它也有一個價值的宣示 所以兩方面都齊全了非常好的一份法案 這份法案出來我相信中共內部又得亂一陣子 說到中共這個內部亂,現在還真是夠亂的 昨天應當是說11月19號香港時間 香港有一個建制派的大佬叫做曾鈺成 他進到香港理工大學 就是現在還在繼續進行抗爭的那個校園 進到大學之後他帶出了100個年輕人 他在進校園之前和警方做了一些協調 那麼警方看在他這個建制派大佬的這個份上 給了他一個面子說這些年輕人 我們不即刻實行抓捕但是要登記 所以他帶出來的這100個左右的年輕人 大部分是18歲以下的 那麼他們都進行了登記 這批年輕人暫時現在沒有受到迫害 但是不能保證今後警方不對他們進行追溯 不對他們進行檢控不對他們進行酷刑虐待 所以這批年輕人暫時安全 但是不會是永久安全的希望大家繼續關注 那麼還有另外100個年輕人 他們可以說是香港勇武派當中的勇武派 是香港最勇敢的這樣一批人 他們誓死要堅守那個地區 他們要和警察拼到底 我們希望這個事件能夠和平的收場 希望今後警方在他們的抓捕過程當中 不要過分的使用暴力 這100個年輕人他們怎麼能夠敵得過 2000如狼似虎的裝備精良的訓練有素的 這些香港警察這些飛虎隊這些樹農小隊 這些震暴警察怎麼能敵得過他們 最後抓捕的這個命運一定是難以避免的 但是我們希望不要出現人員的傷亡 大家都為此來祈禱 那我們回頭再來說一說曾鈺誠這個人 這個人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個人 他是香港建制派也就是清宮派的絕對的大佬 他是建制派最大的政黨民建聯的創黨主席 也當過一屆還是兩屆的香港立法會的主席 資格非常的老 在香港建制派裡面可以說是舉足輕重的這種人物 那在這次反送中運動當中呢 他的表現有點特別 他和林鄭月娥以至於甚至是和黨中央 態度都有點不一致 而且還經常把這種不一致表達出來 比如說前一段時間他在接受採訪的時候 他就說這次反送中運動之所以鬧到這麼大 這是香港政府林鄭月娥政府甚至更高一層政府 他們這個舉措失當決策失當造成的 因為太不了解香港的人心了 他說過去要通過23條立法 香港老百姓都如此堅決的進行反抗 那你這次這個送中條例比以前的23條立法 有過之而無不及香港民主派能夠接受嗎? 香港市民能夠接受嗎?一定會群其而反抗的 他說剛開始就不應當有 那後來呢他又說了如果是 如果是到即時的撤銷這個條例 即時撤銷條例 那麼運動也不會發展到這麼大 那發展到這麼大之後啊 現在已經很難下台了 那唯一下台的方法他說他建議過的 就是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這個警方 實施法律的過程當中過度使用武力的情況 他說這是唯一的雙方可以達成共識的 有可能達成共識的 其他的地方都達不成共識 比如說要全面放棄對這些參與者的檢控 他說這個即使是民主派的有些人 他們可能都自己都知道達不成這個協議的 達不成這種共識的 那如果還有另外一條就是這個五大訴求裡面的 另外一條就是要實現雙普選 他說這個是中共黨中央還有這個建制派 也是絕對不能夠接受的 所以現在唯一能夠達成共識的一點 也是能夠最大限度的平息民憤的一點 就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那是這一點呢居然也被林鄭月娥給拒絕了 他這個林鄭月娥說如果是我們去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就會遭到整個警界的反對 而他又說了實際上警察絕大多數人並不反對的 他說他做過調查 絕大部分的基層警察並不反對的 因為他們也想通過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給自己還一個清白 現在香港的警察大家都叫黑警 所有的警察他們內心都會感到恥辱 但是現在不是所有香港警察都是黑警 大家記住了香港警察一共有3萬人 真正的黑警那些在鎮壓過程當中 過度使用武力實行暴力的那些人 只有3千人左右 絕大多數人他們還是白警 他們還是有警察的操守的 這一部分人現在做了夾心餅乾 這一部分人相當相當的不滿 他們實際上是想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 所以希望香港民主派的朋友 希望香港市民一定要記住這一點 現在要大規模的向警察進行攻心戰 讓絕大多數的那些香港的白警 站到香港市民的一邊 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這樣就把那些惡警、那些黑警 那些只是黑警進行暴力鎮壓的高層的官員 把他們孤立起來 那麼這個運動得勝的機會就更大了 所以這個曾鈺成透露了重要的消息 他不僅僅是對林鄭月娥 他還對習近平 他說自從2012年以後 整個對於香港的政策就適當了 以前是搞統戰 2012年以後就不統戰了 把所有提出反對意見的人都當成是敵人 統戰就是要把那些中間派 甚至是把敵人把他們捅過來 他說現在都只捅自己人 任何有意見的就把他們推到敵對陣營的一方 所以造成了現在的這種局面 2012年就是習近平上台的那一年 就是習近平成為最高決策者的那一年 所以說他說這個話只指習近平 而且他還在另外一個場合 他說現在發展到這麼大的一場運動 現在已經失控了 責任在誰 他說我就不敢說了 因為說了就犯了大罪 他當然不是指責任全部在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當然有責任 但是最大的責任不在林鄭月娥 如果是林鄭月娥的話 他可以直接的痛罵他 因為在他眼裡面林鄭月娥算什麼 那只是後輩那只是辦事員 他才是真正的大佬 他才是真正的香港有實力的人物 那麼他會罵 但是他在這裡他哈哈一笑 他說我就不敢說了 說了就是犯罪 這就是在暗示人們這一場運動發展 到現在最大的責任者就是習近平 他不能夠直說用這種隱喻的方式 話中帶話的方式 含煞攝影的方式把它說出來 懂得中共政治的人 懂得政治的人一聽這個話 就知道他對習近平 對於中共的最高決策的那個班子 是相當相當的不滿 他們現在中共現在在香港的決策上面 已經產生了巨大分歧 曾鈺成之所以敢公開的 這樣對林鄭月娥等於對習近平 就是因為他背後有人 他背後那個人物那不會啊 他的影響力不會比習近平小多少 以至於習近平不得不對他忌憚幾分 不能夠啊對曾鈺成來下手來懲辦他 現在這就說明了中共黨內在香港問題上面分歧非常大 說明中共黨內有很多人對於習近平控制香港 治理香港的這一套策略這一套政策相當的不以為然 那最後他們也會找到一個機會 來跟習近平來算一算賬 當年朱鎔基就說過誰把香港搞亂了 那就是民族罪人那就是歷史罪人 香港在回歸中共之後22年之後 居然就被習近平搞成亂七八糟 好好的一個東方明珠現在黯然失色 現在變成了東方的火球變成了東方的戰場 責任在誰就是在習近平 所以現在好消息是美國那邊的壓力 對於中共的壓力增大了 中共內部的裂痕增大了 而香港的勇武派的年輕人又如此的決決 如此的勇敢香港的合理非派 又能夠發起大規模的公民抗命的行動 現在的香港中共絕對是平息不下去了 我曾經在多集的這個視頻裡面講過 自由人要想讓他們重新回到奴役狀態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令死而不拘 不自由物臨死 這就是一個自由國家自由人民的 他們的一種態度 現在香港回到了中共這個統治之下 他們本來以為一國兩制可以 能夠給他們一些自由的空間 現在中共要想把這個一國兩制拿回去 中共習近平現在因為這個權力欲膨脹 因為他們的制食不足 他們的治國的能力極差 認不清這個形式 以為能夠把香港人能夠打壓下去 以為能把香港的這個民主運動能夠鎮壓下去 絕對搞錯了,這一場運動一定會一直持續下去 一直到中共最後垮台為止 好,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下次再見